放輕鬆喔 給他都過來了 疫苗力拼大規模接種 每一劑都珍貴 但不管怎麼節省 難免有剩餘 所以它會多 一瓶會多找零點 十人瓶裝最多可以打到11.5人 可能超過每天的預院人數 剩下的劑量怎麼處理 診所好無奈 在台灣主要是 開放備用的人選的條件 太過於嚴苛 導致許多診所人有殘疾 也找不到人可以打 臨時找人來補胃 還得符合公費條件 不少專家建議仿照其他國家 像是南韓推出的疫苗地圖 醫療院所快打完時 會顯示剩下劑量 30歲以上的民眾 都能直接預院前往 但專家認為 以台灣的疫苗數量 族群不宜太過寬鬆 那我們充分利用 這個疫苗的殘疾 我想是一個可以允許的做法 還是以優先接種對象 而為考量 然後請他們去預約接種疫苗 開全國防疫會議的時候 提出來做討論 那了解一下在自信面的情況 那我們傾向於是開放 預約方法和開放族群都有待討論 只希望每一針都打在需要的人身上 帶來新的學生 燕麟特別報導 有關 有關 地上 高戰爭的中心 該不斷的中心 所以 在朝廷的中心 的中心 下巴大